许家最近喜事连连 T恶大S宣布闪婚就爱居俊夜 小S也睽違七年当回歌手发行专辑 这次的专辑有一首歌叫九九成发表 他也借此发起挑战要大家一起来背 除了自己先展示一下 他也tag了一堆大咖 像是黑饭夫妻 陶子姐 贾靖文 Ella 周董 杨澄 林林志斌 甚至连自己的姐夫居俊夜都不放过 随后黑人饭饭也大方接受考验 马上po出影片 八一的八 八二十六 八三二四 八四 三二 八五四十 八六四八 八七五十六 八八六四 八九七十二 这就是体育班最基本的 体育班最基本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看着你 再来的周董可是不好操控 他就转发问说 这是在算塔罗牌吗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最近因为再次被空降女婿气爆的徐妈也露面了 从影片可以看到徐妈心情应该算是不错 而虽然居俊夜目前还没有接受挑战 不过14日他有在IG发文 贴文的前段虽然是在介绍他新发行的NFT作品 但文木他有提到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被认为是在回应外界对他和大S闪婚超级祝福一事 下面马上涌入不少粉丝留言好友才华 感觉大S这次遇到对的人了 还说他是国民姐夫祝福你跟大S 看来大家真的都太喜爱这对啦